许多人随着年纪增长,会注意到记忆力和思考能力发生变化。 一开始,这些变化可能难以察觉,而且很容易被解释为正常老化。 的确,有可能如此。 然而,它们也有可能是阿兹海默症最早期的症状。 阿兹海默症,简称AD,是失智症的最常见形式。 约占所有失智症病例的60%到80%,台湾65岁以上的人口中有10%到12%被认为患有阿兹海默症。 据估计,去年每一千名病患中有8人以上被诊断患有阿兹海默症。 在疾病的早期阶段,阿兹海默症患者可能注意到相较于以往越来越难完成日常工作。 您可能注意到的一些典型阿兹海默症早期症状包括 面临更多的记忆力问题,难以找到适当词汇表达事物,对时间或地点感到混淆,管理金钱或支付账单出现问题,情绪、性格或判断力发生变化,东西放错地方或找不到。 出现阿兹海默症症状是因为大脑的不同部位持续受到缓慢的损伤。 这种影响神经细胞的损伤被认为是两种不同的脑部进程,导致罹患阿兹海默症。 其中一种与β类淀粉蛋白有关,或称Aβ,另一种则与Tau蛋白相关。 在第一种过程中,Aβ开始在脑内堆积。 这可能发生在第一次出现阿兹海默症症状的前20年。 所有人的脑内都会产生Aβ,但是健康的人会在它造成损害前将它排除。 在阿兹海默症患者的脑部,Aβ结成越来越大的团块,形成所谓的斑块。 随着时间过去,斑块在大脑中各个部位形成,影响到学习、记忆和其他任务的能力。 Tau蛋白涉及第二种病程,大约是在第一次出现阿兹海默症症状的前15年开始出现在脑中。 正常的Tau蛋白在大脑中扮演帮助的角色,但是在阿兹海默症患者脑中,Tau蛋白发生变化,在神经细胞内部形成缠绕。 最后,Aβ和Tau蛋白的堆积过程会损伤神经细胞。 随着这种损伤影响脑部的不同区域,最终出现了明显的临床症状。 阿兹海默症是一种随着时间进展的疾病,导致症状恶化,最后可能造成死亡。 然而,研究显示,早期诊断和介入可减缓阿兹海默症的病程,并且保护大脑不受进一步损伤。 此外,早期诊断可让您考虑参加临床研究,探讨有关于新的潜在治疗方法。 现今有许多工具可帮助医生诊断早期的阿兹海默症,包括不同的实验室检测、书面测试和面谈。 为了确认您是否患有阿兹海默症,医生可能会要求您做一种称为症子电脑断层扫描的影像研究,来发现大脑内部的Aβ板块。 医生也可能要求您留下您的脊髓液样本,以测试Aβ和套蛋白的含量是否异常。 脊髓液是脑部和脊髓中的透明、无色体液。 目前,唯一获得核准的阿兹海默症疗法有助于解决一些较晚期的症状,但是,持续研发中的治疗方法如果获得核准,可以延迟、阻止或预防阿兹海默症的病程。 此外,研究显示,平日的生活若含有健康饮食、规律运动、社交活动和认知的刺激,可能对疾病改善会有帮助。 数十年来,日益增加的众多医疗照护机构、研究科学家、大学、病友组织和制药公司致力对抗这种疾病,每一年都有新希望和新发现。 全球有五百多项临床研究以及数千名参与者正在促进阿兹海默症的认识和潜在疗法。 在对抗阿兹海默症的过程中,您并不孤单。 在对抗阿兹海默症的过程中,您并不孤单。 在对抗阿兹海默症的过程中,您并不孤单。